白衣男手拿石頭 惡狠狠往轎车砸 原以為他要掉頭離開 卻又回過頭再丟一次 這才心滿意足離開現場 同一天在500公尺外 也有車主受害 嫌犯似乎和對方有仇一樣 同樣拿著石頭 對準黑色轎轎猛砸 好端端在車隔離也遭殃 轎車擋風玻璃 明顯被石頭砸中的痕跡 碎裂成蜘蛛網撞 車主牽車時簡直氣詐 立刻到派出所報案 而警方調查 才發現都是同一人犯案 嫌犯前一天 現在超商偷了一罐酒 隔天整個人喝得醉茫茫的 竟然是在路邊撿了石頭之後 四處砸車 甚至就在國小前面也敢下手 砸車案件發生在台北市南港 嫌犯專程晚上人言攜手的地方犯案 尋釁掉一監視器 在南湖大橋找到人 因為你現在受嫌迴損現行犯 然後你是招他人逮捕 見到員警上前 他立刻坦承犯案 警方調查44歲的理性嫌犯 洛王公稱因為心情不好 才會砸車泄憤 過去就曾有多起切刀 跟毒品錢喝 警方對他早就不陌生 經常發現 李嫌禁持有他人證件 手機 錢包 及紅酒 經警方通知物品所有人 證實皆為理性犯嫌所竊取 只因為心情不好 就隨機砸車 至少有三名車主受害 虽然當下成功發泄運氣 未來卻得要面對刑責 恐怕還要負起賠償責任 TV也選黃金國際愛曼 台北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